大家好,我是亚欣,欢迎收看本期的艺术史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观念当中讲究可于不可 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做事情要有的原则 做人也要有一个原则 如果我们非常喜欢一件东西,然后不择手段地得到了它 那么即使得到了也名不正言不顺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的时候,他知道打天下需要武力 而治理国家却需要法令 于是乎他就采取了修养生息的政策,鼓励百姓们去耕种减轻赋税 时间一长,东汉的经济也很快就发展了起来 但是他的姐姐胡杨公主却将这个法令抛在了脑后 还是横行霸道,就连府里的仆人们也不将这个法令放在眼里 有一天,这个胡杨公主家的一个仆人杀了人 他躲在府里不出来 当地的县令董轩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的生气 他认为天子犯法跟庶民同罪 不能够放任这个家铺逍遥法外 就算他是公主家的,也不行 那么后来呢,董轩就派人,瞅了一个机会 把这个家奴给抓了起来 果然,公主知道这件事之后,很生气 他就告诉了汉光武帝想要处死董轩 本以为呢,皇帝自己立的法令 自己会严格遵守 但是没有想到,他却跟公主一样不理智 想要在朝堂上对董轩行刑来安慰自己的姐姐 董轩听到这个决定之后,很绝望 他不光宁死不屈,还大声的斥责皇帝说道 陛下您是一国之君,立下了法令 如果连自己跟家人都没有遵守的话,那我们怎么要求这天下的百姓来遵守呢 如果我是因为触犯了法令,您大可以惩罚我 可如今您却因为一己私欲,置法令于不顾 微臣不会屈从 说完,便朝着柱子上撞了上去 那么听了董轩的这一段话 汉光武帝也是放不下脸面 于是就想要董轩给公主磕头赔罪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董轩是宁死不磕 那没有办法最后,皇帝只能是将董轩设为了无罪 相比于汉光武帝的做法 董轩应该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他肯于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退让 甚至不顾会招来杀身之祸的风险 我认为在生活当中,坚持自己的原则是一个人的必备素养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你所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那么你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同样,你坚持什么样的原则也决定了你的人生是什么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你的原则值不值钱 而你的原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能会决定你的人生高度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说你也对我们的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私信我,互动交流 下期再见